相机镜头有一个参数叫做最大放大倍率 它指的是传感器上称箱大小和物体实际大小的比例 既然用到了最大这个词 很明显放大倍率是个变量 为了更好的理解放大倍率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拍摄物体学用一把尺子 这样计算起来能够一目了然 相机是索尼全幅A7R3 镜头是索尼定焦90毫米 非常典型的微距镜头 因为它的最大放大倍率是1比1 首先将镜头设置为手动挡 旋转对焦环到中间某一个位置 然后通过移动尺子来完成对焦 可以看出来传感器上记录的尺子长度是61毫米 官网上查一下 索尼A7R3的传感器长度为35.9毫米 也就是说在这个对焦点上 实际大小为61毫米的物体被缩小成了35.9毫米 那么放大倍率是35.9比61 等于0.59 这显然不是最大放大倍率1比1 如果想得到最大放大倍率 我们就要把对焦环拧到最小对焦距离28厘米的位置 再将尺子向镜头移动 当尺子到传感器的距离刚好是28厘米的时候 对焦成功 此时传感器上的尺子长度刚好就是36毫米左右 尺子被1比1的还原到传感器上 这也就是大多数标准微距镜头 所能做到的最大放大倍率 而我们平时用到的绝大多数镜头 都是远小于1比1的 也可以理解成 大多数镜头都是用来缩小被拍摄物体的 那有没有大于1比1的镜头呢 当然是有的 这类镜头归属于超微距镜头 基本上就是用来数苍蝇腿毛的